因为罗志正在这个事件真相未明的时候 他直接就定掉了 他就说这个非常明显 操作的痕迹 他说这已经是从丢入国外色情网站 通知国内协力者 报导加以引用企图影响选举结果 动机目的非常明显 那么赖庆德一样是在第一时间 他说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介入这场选举 无所不用其极 可在今天国台办回应了 国台办说民进党许多政客 私德不休言行不解 一被揭露出贪赃枉法 腐败堕落等事就栽赃甩锅 企图借造谣炒作大陆戒选 来掩盖丑行转移焦点 这种奥薄烂招用多了 只会一笑世人骗不了台湾民众 所以我也是回过头来 国台办说话了 抗中牌这件事情 在这个部分中共建选 这种事情都直接民党用这种方式来定调的情况之下 无非就是想要获得抗中红利 那这一次的选举有用吗 我对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看法 那么第一个看法 中共是喜欢谁当选 中国那么喜欢国民党当选 这是个疑问 那么对中共来讲 国民党当选以后 会对他的对台政策 会影响有多大 这个我们要深思的问题 就我的个人观念来讲 你谁当选呢 都一样 对大陆来讲 他都按照他自己的步骤来做 你看今年春节讲话 习近平的讲话 前几天包括宋涛的讲话 包括张志军的讲话 都是一样 他整个他的步调都是照他的这个 什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照他的步调来 两岸什么融合发展 没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你就算国民党明年胜选以后 他一样按照他的步调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个人非常非常明确的感觉 这一次选举 那大陆来继续很多教训 他就唯恐 对他讲 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他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你比如说 他的这个军机绕台 那各方面 他都已经这个 可以说常态化了 可是在这段期间 他就要考虑了 本来是个常态化的东西 但他如果这个时候 有任何一个动作 都会被拿来做文章 都拿来做文章 那如果他什么动作都不做 你认为你又是个纸老虎 所以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中共这个立场是非常非常的尴尬 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反应 这次从我们选战开打以来 他每一次国台办的反应 都是台湾只要扯到他 他出来讲话 很快 每次都这个样 很快出来讲话 讲话完了就到此为止 他完全是被动 他完全是被动 他不像这个西方有些媒体 这个一些 坦白讲就是认知战 对不对 那大陆方面这方面 他小心翼翼的就要避免 我记得去年 今年二月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到这个跟夏立言 到北京去了一趟 我想这边媒体都有认到 我讲了很多次 夏立言自己也讲 但没有人会相信 我们跟大陆谈 根本就没有谈这个选举 根本没有谈 我们也避免给他错误的讯息 对 那他们当然他们要什么做法 他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根本不谈选举 就谈如何台商 如何这个 可是尽管如此 夏立言去的几次 还是被认为是这样 连我也是倒霉鬼 我也是一样 没有我本来 我公开我很早 我就主张是南白河了 对不对 我的学生就认为 我南白河好像是大陆上 这个北京贤命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就一扯就扯了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台湾这个选举 搞到这个程度 本来这个蛮果干的 在过去 我以为这次选举应该没有 没有发挥 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 那大陆方面 我想他也小心谨慎 因为这次选举很重要 可是没有用 罗兹政这个也是中共界选 什么都是中共界选 你将来我可以这样说 到投票日之前 所有的只要对 这个民进党不利的 都是中共界选 因为这是最便宜的 一句话全部带过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赵天宁 我前天看到你们报道 我觉得赵天宁当时 他实在是勇于承认 我觉得这个人是还蛮可爱的 他可以说中共界选 他也可以说中共界选 他这样说就好了 反正讲中共界选就没事了 那个是真的中共 大陆女子 那大陆今天是中共要他来做的 这又是一个 不好解释啊 对 我觉得罗兹政这件事情 我再讲一次 现在所有包括我们什么里长 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国安系统 连这个都不能处理的话 将来两岸发生危机的时候 怎么办 应该可以找嘛 你只要中共有 你知道这个有戒选的证据 就法办了 我们反渗透法就是干这个事情啊 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找不到 那就莫须有嘛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应该对我们国安单位 应该会有信心的 应该有信心的 你不要等到选后才来弄 像王立强那事情选后来不及了 是不是 你应该去做嘛 否则的话这个东西 这个以和传额再搞下去的话 只有增加选后了两岸的对立了 完全没有回头路 完全没有回头路 我这点我是比较担心的一点 因为对民党来说 选举这样弄真的很省事好不好 只要一出事呢 就赖给中共戒选 所以国台办在今天出来 呛回去了 的确包括了其实在板桥地区的 还有另外一位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 这是张鸿路 那昨天呢也被游志斌指控说 张鸿路他们全家都在大陆 赚红钱赚人民币 但这个部分张鸿路还要告 赖清德的靖总也说 罗智政张鸿路遭到假讯息攻击 是中国借选新手段 中国借选真好用啊 安婷 当然了我还是要持续的鼓励 我们的罗冠西 罗冠西或者是罗宗睿 假设这一次很不幸的 然后这个没有当选的话 那么他也不用担心失业 因为他可以去swag或者是麻豆传媒 甚至呢他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担任 叹花狼的角色 懂的人就懂 那么呢回到我们所谓对岸戒选的议题 那对于民进党来说 这就是万用的口号 那难道对方 难道中国大陆有办法指挥 罗智政去开房间跟上摩帖吗 难道中国大陆有办法 逼迫台湾的人去车阵吗 难道大陆有办法去逼迫台湾的官员 去钟晏凯玲然后找性招待 然后或者是去嫖娼 甚至去买情趣娃娃吗 还是中国大陆有办法让桃园的金发局长 索惠还指定要威尔刚呢 还是大陆有办法要让王毕胜 有婚外情私生子呢 这些都没有办法 你看我随随便便就讲了这么多些人 所以桃花岛里桃花党 桃花党抽桃花烟 桃花烟下桃花色 诱骗桃花喝酒钱 那酒钱呢就是民进党不会去付的东西 东西呢民进党真不是个东西 讲到戒选 你看我前面讲的又有押韵 又有对账又有排币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 讲到中国大陆戒选的议题 最近呢就除了这些话题之外 又看到一个哇有一个新闻报导 一定要在今天稍微提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主角啊 来宾竟然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合里面 这个新闻标题啊叫做持续戒选 持续戒选 统计阶对岸官媒抖音提升喉科曝光 引用清中名嘴批率言论 好不好 第一名是谁呢 第一名就是我们在座的亮哥 第一名就是我们在座的亮哥 然后还有介大使赖老师 这旧文啊 没有这个他说是10月跟11月 然后又公布了最新的到12月的排行 公布去年年底的 update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亮哥是蝉联大概一季的第一名 我又没有懂一名 然后呢这个因为我是第10名 他说呢因为我从 你吊车尾 对我吊车尾 他说我从本来的21名上升到第10名 然后立文姐呢是从34名上升到第8名 这个串升速度最快 所以呢要感谢大陆的一个观众们的热爱 我查了一下 亮哥呢在抖音就是hashtag郭振亮 大概有1.5亿次的播放量 我跟你讲抖音是给大陆民众看的 所以这个怎么介绍 所以这些呢就完全是 看的人都大陆 白痴行径 我也想到因为这就是大陆的抖音 对吧 大陆的抖音都是大陆民众在看 台湾人下载的是TikTok 在台湾的TikTok上就是我们根本也算不上什么排名 真正热门排名前面的 那应该是这个就是一堆的这个轻松啊 娱乐啊 休闲的这些东西 可是呢 这些绿营的东西啊 他们就完全下一个所谓的介绍的标题 这到底叫哪里介绍 那如果美国有人喜欢看亮哥 美国呢有人喜欢看侯瀚林 那这是不是介绍呢 对吧 就大陆的观众那喜欢我们的言论 我稍微看了一下就说 那到底呢 这个算介绍因为你在选 真的耶 那我要告诉他 我这个热门的影片是啥呢 就是我骂民 我用古文骂民进党 因为当时是克刚的问题 然后呢就我骂民进党很多支持者呢 就是蠢的跟猪一样 就是这些话题呢 就在大陆延烧 好 那么回过头来说 所谓的反胜透法 现在又去办这些领长啊什么的 那我们真的要告诉大家 这是呢 大陆的网友千万不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忘记在本节目有没有讲 依照反胜透法呢 是说如果大陆的党政军 然后呢捐钱给台湾人 然后或者捐钱给台湾的候选人 拿去做政治上面的这个使用 那当然在台湾的 这所谓在地协力者 他就是违法 或者这个大陆人呢 本身就是违法 或者接受捐赠的候选人 就是违法 所以再次强调 大陆的网友 如果你现在看这个节目 你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绝对不行 就是你绝对不能够上网去买 赖清德的竞选小物 那么这样你就等于捐钱给赖清德 你绝对不能去买罗智政的竞选小物 也不能去买王八千的竞选小物 就民进党每个人的竞选小物 你都绝对不能买 你根本能够买了之后 把这个收据啦 发票啦 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汇款的证明 大啦啦的就贴在抖音上 或者就贴在台湾的相关的网站 更不能够就直接贴到 我们中天的留言平台 也不能够直接寄信 就是寄到我们中天这边 这个都不行 因为你只要公布大家就知道 那你呢就是大陆网友 直接捐钱给民进党的候选人 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就很可能就会违反反胜透法 大陆的这个朋友呢 就是违反反胜透法 但是你在大陆我们抓不到你啊 对吧 所以这个大陆网友 千万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以购买 民进党任何的竞选小物 哪怕呢是一个什么杯子啦 笔啦 然后笔记本啦 你都不可以买 因为你只要买了 就是违反反胜透法 如果你真的买了 你也绝对呢不要把它给曝光出来 也绝对不可以把它放在网路上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事情 一定要记得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可爱 不死 可以 不死 此官方克菲尔益生菌 不要 不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